明天 温敬辰要是知道我把工作辞了 会怎么想呢 可是 他不是只要温经理能够达到业绩就行了吗 我在不在 应该也无所谓吧 可这温敬辰 每次神出鬼没的 又不务正业 公司都不带来的 我要怎么找他谈解约的事呢 我得找贵仪把他约出来好好聊一聊 这熟悉的操作 这熟悉的味道 做完了 我 我刚好也是想找你 什么事啊 是不是只要温经理能够完成 我们的婚约就能结啊 没错 那我辞职就是对温经理最大的帮助 什么意思 温经理的初恋来找我了 给我下了通牒让我走 虽然我挺不爽的吧 但我回头想一想 我觉得他说的也挺对的 与其让我耽误他 让我影响他的情绪 还不如眼不见为镜 就因为这个 所以说为了大局着想 我觉得这点牺牲 我还是可以做的 让我走吧 我私底下一定会为温经理 提供我力所能及的帮助 不可能 我说了 我不允许你离开 总之 我不允许你离开 我最讨厌言而无信的人 总之 这个案子结束之前 你不能离开温室 否则 你这个婚约 这辈子都别想解除 为什么你每次都不开灯啊 为什么你每次都不开灯啊 因为停电 这么巧啊 每一次都停电 不过没关系 我有手机 你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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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眼 为什么要闭眼 又不然没见过 有什么不能见 你闭什么 你闭眼 上开上开 嗨嗨嗨嗨 咱们跑什么呀 不知道跑什么 你跟我跑干嘛 这这这 我这这 这自己家里跟做贼似的 你说这 还有啊 我什么时候让你开灯了 我这不是开 家里灯亮了吗 我就 就就就 就什么就 你不知道突发情况吗 跟你说了 十五分钟之内 谁拿到你脖子上 你都不能开灯 你不知道你掌握的是 我未来幸福的开关吗 要不是我反应快 就毁在你手上 是是是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怎么了 把这件衣服处理的 看着 这料子挺好的啊 这 我我跑什么呀 来无影去无踪 跑得居然比我还好 快快 他究竟在躲什么 你真的考虑清楚了 嗯 我决定和你并肩作战 行 这么单定啊 我当定吗 昨天你知道我要走的时候 明明很生气啊 怎么现在看起来 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那你希望 我有什么样的反应啊 你只能真心 我可以说 你病人 你吧 我 собственно 对 你做的事情 没有人 你对我是什么感觉 你明明知道 我现在有婚约在身 我不介意 我只介意 你是不是也喜欢我 你知道 我是关心你的 关心是喜欢的意思吗 关心 关心就是不讨厌的意思 不讨厌也是喜欢的意思 除非 除非我顺利解除婚约 否则 我现在做的所有行为 都是对温静诚的不尊重 可是你也知道 这个温静诚实在太故弄玄虚了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好好当面跟他解释清楚啊 这还不简单吧 我帮你约他 您终于打算要告诉他 您的身份了 他已经起疑心了 他现在才起疑心 也算是反应相当快 这么说 你又不准备走了 我还有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什么事 帮我个忙 那您打算 什么时候跟他说呢 帮我做件事 有什么事 你帮我转告他一生 我觉得他这个人吧 有一点不按套路出爬 我还记性也不太好 所以呢 你看 解约协议我已经准备好了 名字我都已经签了 他回来 随时在上面签个字就行了 我会帮你转达的 小小姐 那你这么着急解约 是不是有别的男人 哪有什么别的男人 怎么没有 温经理呀 你别骂我了 我看着都这儿这儿的 扣子 好 多吃点 这么好的衣服 说不要就不要 说不要就不要了 这也太浪费了